北车大厅广场 地上方格坐满了人 有的直接躺在地上跳起现代舞 有的自备便当在地上也餐 这个空间就是大家聚集 就是代表大家譬如有在这里休息的需要等等 400多人来静坐 因为台铁严拟 要让大厅永久禁止洗地而坐 引起反弹 常常来聚会的移工朋友更是无奈 一个月来一次 很难过没有帮我 我们还在家里 要乖乖地在家里 用便利贴写下对北车大厅的想法 不少人都有深厚的情感回忆 也认为公共空间应该多元包容 第一个我写移工也是人 角色换成移工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他们没有规矩 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 当然可以在这里摆装置艺术等等 或者是椅子 座椅 就过去也有座椅在这边摆设 就是认为说群众在这里聚会 跟他们的美观其实是没有正相关 面对反对声浪 台铁表示 大厅是公共空间 使用方法将听取各方意见 这个礼拜过后 台铁会尽快来召集 有相关的一个社会团体 以及专家学者 来严明一个要妥事的方案 进座现场也有人员举牌劝导 保持社交距离 民众表达意见 希望空间使用更符合大众需求 大学们的权力明华台北报导 那就是两个人的徐美观 广泽 我愿意见到